继续一回来自环罗兴的消息 这个国庄推动国庄学生生涯发电教育 就由十多参考集中三业和提供华东 让学生可以理解集中的性质 10月16号17号两天 这个国庄国庄部以理及的学生 在校长的专业之下 参考环罗兴农会起变18专业和饮兵视察局 经济学生对农业的领袖 除了参观起变的加工座着流程 学生也平常了阿里山五两地的学校 了解到环罗兴农会对到在地农产品的用心叫做专业 让它有新的隔练 也 협作农民在新乐的农作当中 提供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除了农会另外也专业到一倍 学生进行试果之的DIY 运用农业的卡式 让其他拼叫核桃、蚝蚝蚝蚝 给学地做会 也有一个选择 很开心每年初期高中的大子孩子们来参加我们 蚝蚝蚝所举办的四子节相关系列活动 可以从中学习到我们加工还有食品创新的一些体验 那也欢迎其他学校机构呢 可以带着小朋友还有家人来一起体验喔 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学校国中部的同学校外参访来到蚝蚝蚝蚝 我们饮兵室茶集 然后在饰饼工厂这边做参访 带领学生了解在地的一个农业的产业 然后从饰子的一个生产 然后到工厂里面做加工 然后饰子的一个种类 然后在加工过程当中 我们饭乳香融会针对饰子这边的一个创新创意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今天学生也做了两项产品的体验 它有饰饼再加上饰子再加上我们核桃 然后饰子再加上泡芙玉泥 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整的去感受到 从饰子的生产到饰子的一个加工 到创意产品的一个行销这部分 完整的去对在地产业的一个了解 我想既有这样的活动 让小朋友连结在地 然后可以迈向国际 在教育中苏渊源厚长 特别感谢欢乐乡農会 提供这件的餐饭机会 特国農会对到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 创意行销 提供在地生产的用心 也不用在当儿可以在未来的生产 发展里程当中来浩发 愿者在地 别向国座 谢谢新闻中的新欢乐乡 刚才很不得了 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这边要做什么吗 拔菜啊 拔菜没错 可是你知道这边的菜是用什么原理来种植的吗 我们会把厨鱼倒到那个厨鱼虫里面 然后呢那边的黑水萌 就是一种昆虫 它会食用这种厨鱼 然后它死掉之后 它就会来到这个鱼池那边 然后里面的鱼就会把它吃掉 鱼的粪便 它就可以让这个菜有营养 它就菜就可以长起来了 嘉义县的食农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谢谢农民 谢谢土地 谢谢食物 让家庭慢用 一 二 三 开口 中央厨房 用营养师设计菜单 为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 做最好的把关 圣食教育 黑水萌打厨鱼变黄金 食欲教室 教孩子怎么吃才健康 全民懂吃 从小做起 家义 我的家 食农教育 全面家 也认为师傅